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巨大的伤害依旧还在 所以国人恨日本兵真的是恨到到了骨子里了 不过河南九位老人却收留了一位日本兵 而且还不顾反对照顾他到八十岁直至回国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日本兵又是如何回报老人家的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日本军队几乎全部从中国撤退 但是有一部分士兵没有撤退 这些士兵就是那些伤残兵 日本上级觉得他们太麻烦了 所以直接悄悄走了 把他们留在中国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而其中有一个叫石前的日本伤兵 就是被抛弃之一 他之前在部队并没有担任什么高职 只是一名谍报员 因为出任务时受到了严重的伤 所以被日本人抛弃了 石田因为受伤严重 根本没有生活能力 一度差点死去 不过当时河南的一位老人家出现了 他遇见了奄奄一息的石田 觉得十分可怜 于是就把他带回自己的家中了 其实这位老人并不是什么名人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 名字叫孙邦俊 因为平时行善多了 所以看见这个快死的日本兵时 他忍不住救了他 因为当时日本军队 我国进行了很多沉痛的伤害 所以不仅十里八光的人们 反对老人家收留这个石田 连他的家人也都是十分反对的 一度认为老人家是被威胁了 但是老人家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默默就指着石田 就这样 石田在老人家生活了47年 期间孙邦俊老人去世 照顾石田的重任 就落到了家人的身上 家人一直替老人照顾着石田 直到他八十岁时回日本去了 当时石田越老的时候 就越想家 老人家的儿子一直等待着 日本的代表传访 最后亲自经历了